当时的裤子 对 因为现在已经穿了就会 这个掉下来 现在没办法穿 花了半年时间减重成功 叶小姐开心分享 她现在穿的衣服都要重新买过 一旁的爸爸更是开心 她说女儿从小就胖胖的 两年前结婚后 体重更是挡不住 甚至影响健康 每次一见面 我看她的体重就越来越重 她连呼吸都有问题 还有她走路走不到 30公尺可能走不到 当时的叶小姐 腰围超过50寸 全身都是病 还合并有呼吸中止症 一边问诊 她会一边睡觉 就是讲到一半 她可能就睡着就打瞌睡 那其实这是很典型的 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 手术前一天甚至昏迷 插管治疗 医生为她进行 未缩小手术 但过程风险很高 腰围已经超过55寸了 是非常非常厚的 必须用这个腹腔镜的套管 要从皮肤进到她内脏 大概将近15到20公分 要穿过这个那么厚的肌肉 跟脂肪层 半年时间 她足足减掉50公斤 身体也慢慢恢复健康 叶小姐也透露她的小小心愿 大约新闻 张俊李月为台中报道